刘备死后,诸葛亮对内依法制属,做事公平,把蜀国治理的井井有条。 然而,在他死后二十九年,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,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,把蜀国给睡降了。 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,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? 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拳击? 敬请关注一中天拼三国之,无力回天。 公元263年,在曹魏军出兵两个月之后,原本经营不错的蜀汉政权被刘善拱手送给了魏国,称为威蜀无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。 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。 刘善君臣的不战而降,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一。 回宿蜀汉政权危机存亡之秋,大敌当前,没有人能够提出退敌良策。 朝臣们是投降生一片,然而蜀汉一把手刘善,第一个反应是不想投降。 想逃到南方去避避风头,就在刘善游游游游的过程中,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乔中在朝鱼上坎坎而谈,竟然把刘善说得心服口服,最后无战而降。 那么乔州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费? 乔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?刘善又为什么要听他的? 在蜀汉迅速灭亡的背后,究竟有着怎样的深层政治背景? 厦门大学义中天教授,做客百家讲他,为您精彩品三国之,独立回奸。 事实上,朝魏政权一直是把灭孙吴放在第一位的,后来才调整政策来先灭蜀汉。 而且,从出兵到蜀汉灭亡,一共只有两个月的时间,迅速灭亡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历史上的解释呢,一般是四个原因。 刘善昏庸,黄昊弄权,成之乱政,乔州勿国。 刘善就是后主了,不说他,大家都知道。 黄昊是他身边的一个宦官,成之是让黄昊得逞的一个人。 那么这些事情呢,今天没有时间讲,请大家去看我的品三国下。 我今天就讲第四个原因,乔州勿国。 我们先把事情的情况交代一下。 当时,司马昭命邓爱和钟慧各率一支军队南下灭蜀。 8月份从洛阳出发,10月份,邓爱的军队就已经打到了成都的跟前。 打到哪儿呢? 打到现在四川的那广汉。 这到成都门口了。 消息传来,蜀汉朝廷一片混乱。 因为此前啊,刘善身边那个宦官的坏了事。 一年前,江维就已经发现,朝魏有灭蜀汉的可能。 江维是给这个刘善上书的,希望刘善命令张义和廖化, 赶紧在路上设防。 这封信送来以后的这个,就落到黄昊手上。 他黄昊的这个信鬼神的,黄昊了就去问巫婆, 也可能是巫公啊。 反正是问这些巫师啊, 说你看这个事情,可能不可能呢? 这巫师或者巫公或者巫婆说, 哎呀,不可能,不会打来的。 黄昊就跟刘善说,不会打来的, 这个事我们就扣下吧,扣下了。 但是没想到人家真打过来了, 而且两个月就过来了。 一片恐慌,老百姓的都跑到山里面去了,躲起来了。 刘善召开御前会议,说大家看看怎么办呢? 两派意见,两派意见都主张跑。 但是一派说跑吴国去,一派说呢,跑南中去。 炒个没完,刘善也没主张。 这个时候有一个位光禄大夫, 这个光禄大夫呢,是个荣誉职务, 没有权利的, 相当于什么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啊, 之类的这样的, 叫做乔州。 乔州就出来说话了, 乔州说,跑到吴国是不可以的。 为什么呢? 道理很简单。 自古以来, 无计他国为天职罪业。 就自从咱们有了皇帝, 有没有跑到别人国家去当皇帝的? 没有吧? 一个皇帝跑到了别人的国家, 只能称臣。 那么既然反正是要称臣, 反正是要做小。 那为什么不挑个大国家呢? 也就是说你既然称臣, 与其像孙吴称臣, 不如像曹魏称臣吗? 你反正是称臣吗? 而且根据政治斗争的规律, 从来都是大国兼并小国。 所以吴国终究要被魏国吞命。 等到那一天, 我们难道再跟着吴国去投降第二回? 如果说投降是一种耻辱的话, 乔桌说, 再辱之耻, 何如亦辱? 就投降反正是耻辱吗? 那你是耻辱两回何算呢? 是耻辱一回何算呢? 那还不如耻辱一回投降朝位吗? 你何必那么麻烦投降两回呢? 所以不能奔吴。 那么为什么不能去南中呢? 乔桌说, 南中嘛, 还是可以去的, 因为南中还是祖国的地盘, 就是梦惑他们的那些人的地盘。 是那个地方的区区也是可以的, 但是你要早做准备啊, 你这个时候去的来不及了呀, 为什么来不及呢? 群巧之心无翼可保。 说陛下呀, 你以为你现在手下的那些小兵, 小竹, 小将, 小官, 小利门, 他们都拥护咱们吗? 他们不拥护。 他们一听说陛下要往南跑, 恐怕陛下还没有台族, 他们先闹起来了, 哪里去得了南方? 去不了的。 结论很简单, 投降朝鲁。 乔州这个投降理论一发表呢, 朝廷上面一片安静, 谁都不说话, 只有个别人出来怯生生地问了一句, 说乔大夫啊, 不行吧, 邓爱都到广汉了呀, 他会接受我们的投降吗? 恐不受降, 如之河。 人家不让我们投降怎么办? 小说不会。 怎么会不接受我们投降呢? 东吴还没有灭亡吗? 朝威要拿我们做个榜样吗? 所以他肯定接受我们的投降, 不但接受我们的投降, 还要磕磕唧唧地对待我们, 还要给我们陛下封一块土地, 封个爵位, 如果他们居然不这样做, 诸位放心, 我乔州亲自到洛阳, 据礼力争, 凭什么亏待我们这些投降派? 这乔州把这个话讲完了以后, 大家都不说话了, 这刘善还犹豫, 总觉得这个投降也不是个事啊, 我还是跑南边去吧, 乔州又跟他说, 不行啊, 南边是些什么人? 是蛮夷吗? 是少数民族? 本来就不服我们, 那是丞相发兵压下来的, 原来他们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, 那丞相一去了以后, 他跟我们有关系了, 每年都要进贡啊, 交税啊, 他本来就不高兴, 你现在跑到那儿去以后, 我们这么多人要生活, 不是又要家中收税了吗? 你不多收税, 你怎么过日子啊? 你在一家中收税, 他妈不反了吗? 去不得的, 刘善就投降了, 所以, 可以说, 主汉之王就是乔州说王的, 刘善投降就是乔州说祥的, 陈寿就说刘氏无鱼, 一邦蒙奈, 周知谋也, 这话是正面在说, 说刘善一家平安无事, 蜀汉百姓免遭战祸, 这都是乔州的深谋远虑啊, 谋划得好啊, 和平啊, 那么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, 后世很多历史学家都是痛骂乔州的, 卖过贼, 蜀汉就被你卖了, 向我们招列皇帝, 向我们诸葛丞相, 千辛万苦, 打下了这么个江山, 你不烂三寸之舌, 就把他说没了, 很多人提起乔州是气都不大一处来, 小人, 贼人, 这当然有道理, 是吧, 这种义愤是可以理解的, 在国家命宣一线的时候, 作为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, 没有退避良策, 也就不说, 他竟然在朝廷上, 大谈起投降曹魏的好处, 散捧投降里头, 引导蜀汉朝臣,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, 可以说, 蜀汉的投降, 乔州是很有责任的, 因此, 历史上, 骂乔州是, 勿搏和卑鄙小人的不冤状, 那么乔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, 他是小人吗, 乔州是个什么人呢, 通儒, 什么叫通儒啊, 就是学问非常大的, 把书都读通了的一个大儒, 他学问非常之好, 那当然马上就会有人来反驳说, 学问好不等于人品好, 对不对, 是吧, 那这个现在, 学问很大, 人品很差的人, 咱也见多了, 问题是我们从三国志乔州传里面, 我们看不到乔州有什么不良记录, 相反的, 我们还看到他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, 比方说安平落道, 乔州家里是非常贫穷的, 而乔州本人呢, 不治产业, 埋头读书, 废寝忘事, 读古人的书, 读到会心的地方, 自己笑起来了, 饭都顾不得吃, 安平落道嘛, 不是要肯定的吗, 第二个, 乔州对诸葛亮非常的敬忠, 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成都, 乔州第一个冲出去, 就往汉中跑, 奔伤, 结果乔州冲到汉中以后呢, 刘善下刀, 命令谁都不准奔伤, 所以其他人都没有去, 而就是乔州去吊咽了, 英雄惜英雄嘛, 既然诸葛亮是君子, 不会有一个小人崇拜他, 对不对, 第三点呢, 敢于直见, 就诸葛亮去世以后, 刘善就开始管不住自己了, 又修宫殿啊, 又增加乐队啊, 还增加那些歌舞剂, 歌剂舞剂啊, 还出去游山玩水啊, 没人管了嘛, 是乔州上书, 直见, 说陛下不能这样啊, 这难道是小人吗, 所以, 乔州不是小人, 至少没有任何证据, 证明他是小人, 因为我们一般的思维, 就是个卖国贼, 肯定是小人, 君子怎么会卖国呢, 通过义中天先生的分析, 可以看出, 乔州并不是一个小人, 而是一个大卒, 那么乔州作为一个, 以修身, 齐家, 治国, 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者, 为什么在大敌当前, 不想想退敌之策, 而是要带头散布投降理论呢, 乔州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, 一个不是小人的人, 而出卖蜀汉, 什么道理, 请大家想想什么道理, 我看只有一个解释, 就是这个国该亡, 或者说, 在乔州看来, 这个国该亡, 早就该亡, 为什么呢, 因为在三国时代, 除了国家, 还有天下, 两个概念, 那个时候的国家概念, 和我们现在国家概念, 不是一个概念, 天下是高于国家的, 而天下是必须统一的, 如果一个国家被认为阻碍了天下的统一, 他就该亡, 就该让那个应该统一天下的国来统一, 这就是乔州的思想, 那么这样说有证据吗, 有,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, 乔州这个思想的来源在哪里, 他从哪里来的呢, 从杜琼那里来的, 杜琼是什么人呢, 杜琼也是义州的大学问家, 有一次乔州去问杜琼, 说现在大家都说代汉者当图高, 什么意思,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当图高, 当图高呢就是正当大陆上很高大, 正当大陆很高大的是, 一定要取代大汉的, 这是当时一句政治民谣, 传了很久很久了, 元术还利用过, 还没有利用成, 乔州就去问, 这个当图高是谁呀, 杜琼说这是魏嘛, 乔州还是不能说这么是魏呢, 杜琼说你看, 说书没读好, 魏就是阙呀, 阙是什么呢, 雀就是皇宫门口的两个高大建筑物, 那古代的皇宫门口正当着大陆啊, 有两个高大的建筑物, 他的名字叫做雀, 又叫做魏雀, 又叫做相魏, 那你想想看, 这个东西不真是正当大陆又很高大吗, 就是魏呀, 乔州看着杜琼, 杜琼说你还不明白, 乔州说学生真的还是不明白, 杜琼说那我再告诉你, 你说咱们汉代以前, 自古以来这个官府官员有叫做曹的吗, 说那没有, 那么我们汉代以来, 我们的政官府和官员都叫什么呢, 说那都叫曹了, 这个地方我也稍微解释一下, 就汉代的政治制度呢, 皇帝住的地方呢, 叫做宫, 宰相住的地方呢, 叫做府, 就是皇宫相府, 宫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, 叫什么, 叫上, 比方说上书, 就是宫廷的上之一, 那么宰相相府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, 就像我们的部门, 什么部啊, 委啊, 办啊这些东西, 叫什么呢, 叫曹, 这个曹的长官叫什么呢, 叫曹院, 下面的一般的官员叫什么呢, 叫蜀曹, 这个这些办事机构, 部委办下面的那些勤务兵, 叫什么呢, 叫侍曹, 都称相离开, 还不清楚吗, 乔州恍然大悟, 当土高就是魏, 官府官员就是曹, 加起来就是曹魏啊, 明白了, 统一天下的是曹魏, 从此以后, 乔州也散布这些言论, 还记得了, 向前发挥了一步, 他到处跟人讲, 他请大家想一想看, 咱们先帝的名字是什么, 背, 背是什么意思呢, 具背, 具背是什么意思的, 够了, 咱们当今圣上的名字是什么呢, 善, 善是什么意思呢, 善让, 善让是什么意思, 让出去, 想想咱们楚汉皇上都叫什么, 一个叫做足够了, 一个叫做让出去, 后来这个乔州还在宫廷里面, 还写了条反动标语, 我们就不说他了, 差不多的意思, 这就是乔州主张投降的原因, 也就是说, 乔州主张刘善投降, 不是道德品质问题, 是政治立场问题, 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朝卫那一边的,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很多问题, 都是政治问题, 不是道德问题, 把政治问题解释为道德问题, 是一种很肤浅的历史观, 毫无疑问, 乔州、杜琼这些说法呢, 叫做牵强附会, 强词夺利, 装神弄鬼, 就像那算命先生这测词似的, 但是你要知道, 在中国古代这个时候, 他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多科学的, 这个历史观和发展观啊, 他信这个东西啊, 显然乔州后来要出卖蜀国, 是早有愚谋的, 他主张投降, 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, 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, 但是乔州的投降依据, 都是一些道听胡说, 和牵强附会的解释, 那么乔州这些人, 为什么要阻证蜀国灭亡呢? 这些装神弄鬼的理论, 有什么依据吗? 这个蜀汉又怎么得罪了这些人呢? 他们为什么要编出这么些段子, 来诅咒这个蜀汉政权呢? 四个原因, 第一, 分立不均, 我多次讲过, 这个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, 而且是像鸡尾酒一样的, 分三个城市的, 最上层的是金州集团, 中层的是东州集团, 下层的是义州集团, 而乔州, 杜琼, 等等这些人, 就是散布这些言论的人, 都是什么人呢? 都是义州人, 都是义州的土著, 是在这个政权当中处于边缘化的, 制药化的人, 他们对这个政权当然是不满的, 他就要散布这些流言蜚语嘛, 他就要制造这些舆论嘛, 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, 诸葛亮是做了大量的工作, 诸葛亮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, 所以诸葛亮也在这义州人当中, 寻找那些可用的人, 当然诸葛亮有他的选择标准, 就第一要忠于汉士, 第二要克己奉公, 第三要确有才能, 他也不愿意说为了这个讨好忽悠, 这些义州人士, 就是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, 他都弄来, 但是还是确实提拔了一些, 那比方说那个杨洪建委人, 被诸葛亮任命为蜀郡太守, 杨洪手下有一个和之, 也被诸葛亮任命为广汉太守, 诸葛亮是尽量的在做这些协调的工作, 希望三股力量能够团结起来, 但是第一, 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留被留下的既定的组织路线, 那就是荆州第一, 东州第二, 义州第三, 这个秩序是不能动的, 第二呢, 他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一周, 氏族一周土著的思想顾虑, 因为义州土著把账算得很清楚, 蛋糕就这么大, 分的人多了, 吃到嘴的就少了, 这个账太好赚了, 原来义州这块蛋糕呢, 是我们义州人在吃, 把刘烟来了, 带来东州集团, 一刀把一块大头切走了, 那我们不满, 希望再有人来帮忙, 刘备来了, 刘备来了, 没给我们帮忙, 他又切了一大块, 这蛋糕越切越少了, 刘彰的时候, 我们义州人是二等成名, 刘备来了, 我们变三等成名了, 你说他是满不满意吗, 他肯定不满意吗, 所以这个时候, 他巴不得朝魏来解放他们, 有人说, 你这个说法不通啊, 朝魏来了, 他不是变成四等的吗, 这账怎么算的, 搞错了, 刘燕, 刘备呢, 他们进了川以后, 他不出去了, 他就地分蛋糕, 而朝魏他得的是天下呀, 他不会参与你分蛋糕, 事实上, 蜀汉灭亡以后, 司马昭马上下命令, 把蜀汉政权当中, 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, 全部调往中央, 到中央政府去做官, 把这个蛋糕让给了益州土著, 实行蜀人自蜀, 这就是他们盼望的, 所以他盼望朝魏, 他盼望你蜀汉灭亡, 第一点, 第二点, 自蜀过严, 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依法治国, 执法如山, 而且另行禁止执法严明, 很严的, 所以蜀记里面有这样的话, 说量刑法俊极, 刻薄百姓, 自君子小人, 闲怀怨叹, 就是诸葛亮管这个国家管得太紧了, 大家都很抱怨, 那么这条史料呢, 也有人不承认, 因为和承受的说法相反, 承受的说法是什么呢, 承受说诸葛亮行政, 任衰俊而无怨者, 所以诸葛亮虽然管国家管得很紧了, 大家都不抱怨, 所以大家就说你, 到底当时蜀汉的人民是抱怨呢, 还是不抱怨呢, 我说是又抱怨又不抱怨, 两条史料都成立, 为什么呢, 承受他后面还有一句话, 很多人看不见, 承受是怎么说的呢, 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民业, 什么意思呢, 就是说诸葛亮执法, 虽然非常的严峻, 还是承认严峻吗, 但是大家为什么都不抱怨呢, 公平, 就是他言起来是对所有的人都言, 对自己也言, 对自己的人也言, 大家没有怨言, 公平吗, 但是大家还是说你能不能管松一点, 他还是要抱怨, 所以是不抱怨不公平, 但抱怨太严峻, 第三个原因, 战事太多, 所以乔州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 叫做筹国论, 筹国论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呢, 说我们朝廷一定要审时, 夺势, 我们要掂量掂量我们能干什么, 我们能不能一统天下, 乔州说现在的天下不是秦末的那个情况, 而是六国的那个情况, 是战国时期, 所以我们呢, 只可以学着做做周文王, 咱做不了汉高祖,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要想靠你的武装力量, 靠你发动的战争去一统天下, 你是不可能的, 因为乔州说你如果一意孤行穷兵独武, 其结果必定是土崩瓦解, 神仙都救你不得, 乔州这篇文章是公开向诸葛亮留下的, 由姜维在执行者这场路线叫板, 公开发表反动言论, 但是没有受任何处分, 后来还升官呢, 说明什么, 说明这种看法, 有市场, 甚至可能当局当中某些人也觉得心里头是有树敌, 第四点, 人民胜苦, 三国志乔州传, 在仇国论之前有这样一句话, 叫做军旅诉出, 百姓雕萃, 这由于蜀国不停的出兵, 所以人命的生活很苦, 我们知道打仗是要用钱的, 兵马未动, 粮草先行, 你没有足够的粮赏, 这个仗是打不成的, 那么请问这笔战争费用从哪里出, 从天上掉下来吗, 从地里冒出来吗, 联合国资助吗, 没有地方来, 你只能盘剥百姓, 你只能加重税收, 你只能税外收费, 没有别的办法, 刘善投降的时候, 是交了户口的, 古代投降, 一个国家投降的必须把户口统计表都交出去, 就表示我土地人民都交给你了, 投降了吗, 那统计数字是什么样的呢, 当时蜀汉人民共有28万户, 94万人, 10万连2000军队, 4万官吏,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, 意味着蜀汉的人民9个人要养活一个士兵, 说这9个人是男女老超都在内的, 包括小孩子, 7户要供养一个官吏, 负担太重了, 根本就不堪重负, 当然, 这里要说明的是, 诸葛亮在世的时候, 由于他的以身作则, 由于他本人品德高尚, 主汉政权的官员基本连结, 没有贪污腐败, 或者少有贪污腐败, 但是老百姓的想法, 恐怕和他们想的不一样, 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你诸葛亮一餐, 是八菜一汤呢, 还是四菜一汤, 这个他不管, 他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吃四菜一汤, 或者说他至少要能够吃饱肚子, 如果你让他吃不饱肚子, 哪怕你自己坚苦朴素, 他也还是有意见的, 这一点邻国的人已经看出来了, 吴国有一个人叫做薛许, 曾经出使蜀国, 回来以后呢, 向孙修报告, 孙修说你看看蜀国怎么样啊, 薛许说我看蜀国恐怕差不多, 为什么呢, 勿其朝不闻正言, 我到他们朝廷里面, 听不到什么正义的声音, 旌旗也名皆菜色, 我从他们的田义里面走过, 所有的老百姓都是面黄鸡瘦, 营养不良, 这个国家肯定要亡, 另外东吴还一个叫张记的, 在邓爱和宗会出兵的时候, 他也断言蜀汉要亡, 这叫做什么, 这叫做旁观者清, 东吴作为他们的邻国, 把蜀汉看得是清清楚楚, 他们断言蜀国必亡, 蜀汉也果然亡了, 那么他们自己那个东吴又怎么样呢, 请看下集风云际会, 孙坚孙策父族开创了江东几页, 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, 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, 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, 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, 还将父亲未尽的半叶发展为第一, 与曹魏蜀汉顶足而言, 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呢, 厦门大学一通天教授, 为您精彩品三国之, 风云际会。